外台北这个新北市三重所发生的这一起飞车抢劫呢 则是歹徒抢走了被害人的包包 包包一看到里面这个那个一堆的东西 当中还包括了有这个知名书局的图书礼券 图书礼券掏出来送给了朋友 朋友拿着礼券跑去消费 刚刚好上面呢有流水编号 让警方不费吹灰之力的逮到了抢匪 顺着巷口四下五人 只有眼前知名女子落单 飞车抢匪先锁定目标 可以尾随在她的背后保持距离 直到动手的前几秒才猛催油门 加速向前冲抢走对方皮包 被害人惊慌失措拔腿狂奔 只是歹徒跑得飞快再也追不上 另一个镜头也记录下几乎相同手法的作案过程 警方从机车室失窃脏出来的研判 这两起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只是一开始苦无线索 一直到某间书店通报有人使用被害人抢走的图书礼券 破案才出现一丝奇迹 我们分局会发函到那个发券的公司 去查询查询这个购券人 然后提醒这个发券的公司 这个礼券已经失窃 那提醒这个发券公司 如果说这个歹徒也使用这个礼券 那会跟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原来歹徒刑抢之后 把到手的图书礼券送给朋友使用 警方掌握礼券上的编号 通报书店必须特别注意 果然没多久之后 就一名州西男子拿着礼券上门消费 警方立刻上门抓人 在寻现逮到真正的飞车抢匪 一张礼券编号让抢匪现行 想赖都赖不掉 中文秀黄宝彤 台北采访报道